哇,确实落日余晖这迷照啊,看起来感觉还挺漂亮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巴特曼 今天我们动手玩的是乐高Ideers系列的最新套装 非常漂亮的Ship in a Bottle,屏中船 编号是21313 这也是Ideers系列发售的第二十个套装了 屏中船这部Mock作品自打在Ideers网站上发布以来就备受各路玩家的关注 主要它的风格实在是太别致了 2017年8月的时候,屏中船通过了乐高的官方评估 最终确定会发售正式的套装 经过了将近半年的完善和改进之后 屏中船的官方正式版终于是来到了我们眼前 这次的屏中船包装风格也是跟一般的乐高套装有很大的区别 不再那么孩子气了 羽毛笔啊,羊皮纸啊 还有弦窗外边的大海和夕阳西夏 是不是让你心里也默默哼起了一首歌呢 因为是航海主题嘛 盒子侧面呢,画着一只海怪章鱼 旁边还写着船部漂浮 乐高真是小朋友的好伙伴啊 从小呢就教育我们 船是不会漂浮起来的 所以以后啊,横跨大夕阳什么的 还是要靠你们两条胳膊,两条腿吧 要不呢就坐飞机啊 下面呢,我们来开箱 这是两包零件 一小包水啊 这一包呢应该是瓶身的零件 这又是一包水 这几个呢是瓶身的大块零件 这瓶起来多过瘾啊 又是一包水 最后呢是说明书 左边应该是原作者 右边呢是乐高两位负责这次产品的设计师 后边就是拼装说明了 OK,现在呢我们就开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的屏中 屏中船整体高10厘米 长31厘米 宽10厘米 一共有962块积木组成 怎么样没想到吧 体积不大还空空荡荡的屏中船 竟然有将近1000块的积木数量 那是因为其中将近300块都是里边的海水 我去 花了细手买了一堆蓝色的透明小点点回来 算了不就结这个了 谁让拼出来这么好看呢 我们的屏中船平身晶莹剔透 积木零件之间的结痕的看起来 也并不会很影响整体的效果 内部的小船细节虽然称不上很多 但也是小巧别致 仿木制底座的地球仪和这个金色的名牌 也是把整个作品的逼格又往上提了不少 我刚才说的小船 其实那里边是一艘三维杆的帆船 三根维杆上面挂着的全都是横帆 船帆上面有徽章的印刷 船上还有船桨 以及桨下面藏着的黑色火炮 画着船尾挂的这个小旗子 红色和绿色 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葡萄牙的舰队 瓶口细节也很丰富 最显眼的是红色的蜡风 上面印的是负责这次产品的 乐高设计师的名字缩写 瓶颈里边还有瓶三 瓶盖处的金色零件 实际上是一个轮毂零件 我们再来看看瓶底 我的天哪 密密麻麻的 为了弄出这个瓶底的线条 设计师也是拼了 设计师拼了 就是为了让玩家更使劲的拼 除了中间两块积木外 其他的全都是特别小的零件 还都是透明的 还一大堆 拼的时候眼睛都快瞎了 这个套装要是没有底 再没有里边的水 估计用不了69块9 9块9就能买下来了 船的另一侧 倒是没有什么更多的细节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底座 底座的部分 也是这次套装里边 锦上添花的一笔 整个底座以深棕色为主 配上积木本身的光泽 看起来有点木头上了气的那意思 底座两边是两个老式的 可以转动的地球仪 中间是屏中那艘船的名牌 上面写着Leviathan 利维坦 底座中间 平时被瓶子挡着的部分 是一个金色的锣盘 或者你叫它指南针也行 这个小锣盘的设计 也是特别有大航海时代 那种古旧的感觉 锣盘底座是穷顶形状的印刷件 这次这个套装里边没有贴纸 大家看到那些图案都是印刷 这点我还是挺满意的 另外瓶颈和瓶子之间 实际上并没有连通 而且你把瓶颈的部分取下来之后 整体看上去 也并不会觉得缺了哪儿了 就是从这个瓶中船 变成了一个一般的小工艺品罢了 或者这个瓶子的造型 我觉得挺眼熟的 跟一家的大瓶子挺像的 我觉得这么摆 比乐高设计的好看 还便宜 我们这次的瓶中船 跟上次品好的圣诞节水晶球 摆在一起也挺搭的 都是以这个透明零件为主 搭配色彩都很鲜艳 看起来非常的明快 希望乐高以后 也能多出这种风格的套装 其实这次的瓶中船 我觉得价格有点小贵 不到1000块的积木数量 其中很大一部分 还都是非常细小的零件 最后卖70欧的价格 有点黑 但是拼完之后 确实是好看 所以贵一点也就贵一点 在瓶中船体验上 我觉得这次的瓶中船 并不是那么像乐高的官方作品 还是更趋近于玩家 自己设计的Mock的那种感觉 很多积木之间的连接 并不紧密不说 很多朝向 都是要玩家 根据自己的感觉摆正的 不像一般的乐高官方套装里边 积木的位置和朝向 都是通过积木间的咬合卡死的 不需要你拼的时候 还得看一看 这是不是歪了 那是不是还得转一转 说好听点 这也算是一种新的乐高官方 拼装体验了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也欢迎你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我是巴特曼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最美不过西洋红 西洋是赤刀鸟 西洋是赤刀鸟 最美不过西洋红 最美不过西洋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